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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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早安 早 今天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 我相信各位同学都已经发觉到了吧 很好 那我想上课之前 我们来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我叫文杰 今年十九岁 我负责英语课 我是被当局征兆复语的其中一位人选 但我没注册 袁慧 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如果你对我们的课业时间表或课语活动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相信全班同学都会很乐意地帮助你 大家好 我是锦辉 我是中正的学生 我喜欢打篮球 毕业后希望能够到南洋大学年龄实习 我是雪萍 今年十七岁 是从南洋女中来的 到这里来 我是要支持南同学反对国民服役法令 尤其是当他们是在籍的学生 我的名字是县刚 我现在在公教中学高中二 我喜欢读数学、科学和时事讨论 我也很喜欢吃饭 尤其是鸡翅膀 我是书任 来自中华女子中学 我认为强迫任何学生服兵役是不对的 其实我的两个哥哥 都是因为日军侵战时而丧命 一个被炸死 一个逃难时淹死 这一幕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 大家好 我是袁慧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我刚从槟城过来 所以日前的节目都不能够参加 但我有一直在关注报章上的报道 当书任告诉我这里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我便马上赶过来报道 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 跟大家一起好好学习合作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英文字母 Adorn 谁来猜猜它的意思 To Adorn 的意思就是给剑身附上剑毛 很好 但To Adorn 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用装饰物件来让它更漂亮 比如以花朵来装饰自己的头发就会显得更漂亮 因此老鹰的词显得更恐怖 因为这个字跟所谓的漂亮有关 好 还有什么字你们不知道的吗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德忠 你就把整篇一言读一遍吧 Of course An eagle As percat lo吹在水 When suddenly It heard the whizz of an arrow Piercing in heart It fell It's life blood Pouring out The eagle Look at arrow And discover That the shaft Of the arrow Was Athorn 与一个自己的刀,阿拉斯, 他哭了,他死了, 我们常常给予我们的敌人的方式 为自己的毁灭。 鸟兽不会同类残杀, 只有人类才会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互相残杀。 所以,我们有战争和国民服役。 大家认为这个故事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现在的状况吗? 所以,我们应该视殖民地政府为敌人吗? 日本人肯定是我们的敌人! 那殖民地政府呢? 日军侵略我们,干了无数残酷、凶恶的暴行, 所以他们是敌人。 殖民地政府强制适临学生服军役, 那是剥夺了我们的教育权力,间接危害我们。 这样,他们不就是敌人吗?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 我们当中是否藏有暗敌? 你妈妈说了什么? 其实她很生气, 然后小饼就带她到处餐馆, 还带她到了处餐室看看工友们送来的食品。 她在看了那里住了不同的地方后, 有点比较放心, 但是她还是要回家。 我并不强说服了她一个小时后, 就对她说, 你家庭上去, 你家庭上去, 你家庭上去。 当然,我说不要。 我要帮她的地方。 同学们,你们好。 大会儿我们会为今晚的演出做彩排。 但在这之前, 景辉和我想重现一首我们所写的新歌, 叫做《513纪念歌》。 请大家多多指教。 五一三是我们的节日, 在皇家山公园地下, 和余审许可和世长。 来to io! 大会儿常去灭你。 是为终取灭你而哀大。 我将勇气在心上。 我们将勇气在心上。 五一三是我们的节日, 在皇家山公園地下 为真去一面一窝外大 我们将拥挤在心上 在皇家山公園地下 大家晚上好 在这个演出开始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小品献给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伙食组 洗衣队 清洁组 医疗组 出版组 招待家长组 还有我们纠察队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辛苦的付出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集体在这里生活 一起学习 既然你们不能到法庭 挺省五一三学运会被捕的同学 于是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 献给大家 愿景人 请指出哪一位学生是你逮捕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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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有戴眼镜 对 我有戴眼镜 嗯 那你没戴眼镜 我 我不戴眼镜 那那那那那 你你刚才不就戴眼镜吗 对 我刚才戴着眼镜 但我现在 没有 那你到底有没有戴眼镜 你 我戴着眼镜 那你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法庭不是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 查普曼警务法官 我肯除你让学生了解 他们是在接受审判 不可以在此胡闹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当然不是在开玩笑的 他们用警棍打我们 撕我们的衣服 对我们拳打脚踢 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现在 却要控告我们犯法 请你告诉法庭 五月十三日 你是怎么走向学生的 呃 怎么走 对 你 你是如何走向学生的 呃 你 你要我现在就走啊 当解散命令下达之后 你是怎么采取行动 呃 你是要我现在马上行动 啊 啊 我是这样走的 呃 呃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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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走的 杨景元 请到证人乡来 好 杨景元 五月十三日 你是怎么走的 哦 我是这样走的 达曼锦园 那你呢 达曼锦园 你是怎么走的 达曼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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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不需要再示范 每个警员的步法都是一样的 你们听好 如果你们有些紧张不安 是正常的 偶尔微笑也无妨 但是我警告你们 如果你们想造反的话 那你们可要小心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当然不是在开玩笑 警察要我们解散 我们不肯 我便对他说 三百马迪 咱们不打干巴格了 在我下判之前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们控告我们 没有遵照解散集会的命令 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五月十三日 我们在黄家山公园 这是个和平的集会 公有上千个学生 也不是一场示威 没有标语牌 没有口号 没有叫喊 我们空手而来 没有刀 没有石头 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是在支持 我们的学生代表 向政府成交我们的免疫情愿书 是他们进 出动正报队 打我们 解散 解散 这是命令 我们开始唱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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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就是力量 他揪着我的脖子 拉我的裤子 硬要把我拖出去 他们用绳子 炮住我的脖子 他们用警棍敲打我的头 他们派了三百位武装的警察 配着盾牌 持着警棍 破枪实弹殴打我们 我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会跟我们任务一合 公志华教育都可以同胜了 他们要恐吓 却反而让我们觉悟了 促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举动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就是点燃那燎原烈火的星火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独立运动洪流的起点 同学们的队伍务必坚强 百战百胜无阻挡 团结力量坚入港 敌人间热心旧憾 五一三大流血 同学们压不退协 为了正义 正到底贵不妥协 站在斗争队伍最前线 站在斗争队伍最前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的队伍务必坚强 百战百胜无俗打 团结的力量坚入港 敌人间热心旧憾 五一三大流血 同学们压不退协 为了正义 正到底却不妥协 站在斗争队伍最前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